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是由直红的金波大师对阵辽宁的项尼大师吴金勇 应该说12月份进入到去年的12月份 京京地区连续举办了两场公开岁 也是吸引了很多知名的大师参与 等于是很多业余好手 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 跟大师能够同堂切磋 也是给我们象棋的比赛注入了一个新的风景 红方金波大师 这是我们北京威凯队的队员 对方吴金勇也是辽宁的选手 跟金大师也是老乡 今年的新进的象棋大师 对 今年团体赛他获得团体第六名 对 在2017年的辽宁队 进入了全国锦标赛团体的前六名 对 而获得了所有的成员都成为了新的 新进的国家级的象棋大师 对 由中上红大师带队 双方是中炮对平衡马开局 对 今年辽宁队 刚才唐谈说了一下 中上红一带三 一个大师带三个业余选手 还有一个范思远 范思远 然后还有李冠南 再加上今天对局的小吴 他们几个人共同 闯进了专业组比赛的前六名 也是可喜可贺 对 范思远不错 对于老乡金波还是想稳一点 这次比赛用时与我们象甲玩具一样 是用的二十加五 对 也算是快气 晶晶这两个比赛最终都是 功夫熊猫之称的赵金城 赵金城大师拿冠军 获得了两个冠军 应该说的表现还是可全可点 红方本来是想走武器炮进三兵 与对方练一个比较复杂的队攻战 对 结果黑方变了一招棋 他走了一个炮二平一 对 这常见就是走足一进一 对 足一进一或者飞向 飞向 这都可以 这个炮二平一 确实比较少见 对 这个吴金勇也是来自辽能的选手 是 他是纯粹业余 没有进入过专业队 就是凭着对这个棋的执着追求 水平应该说还可以 但是从他这个队局上来看 还是有一些的弱点 是 就这个毕竟先让红方区一出来 还是不太上算 但是张老师 我觉得这个就是按照我们业余棋手来理解 就是说肯定这个一路区要是动 但是居一进一的话是觉得太慢了 索性直接炮二平一 这样让你 居一进一你倒说也是有的 也是有 就是这个时候直接居一进一 对啊 这不是大谱吗 你忘了 哦 对 对 有 对 居一进一是可以的 我因为我一直觉得会走足一进一是常见的 因为你从来不走居一进一 对 这个居一呢 但是这个炮二平一不也是觉得出居挺快的 下一步就量居 居是快 但是你让对方居也快了 是 对吧 所以这一一得一失呢 这还是吃亏 可能从旗杆上觉得双方都是量居吗 对 你看红方就先把你这个居封住了 对 这个旗杆感觉呢 黑方呢吃亏 是 实际上就是这个主要三路马可能不好 你跳不出去 你一跳他就要是有捉你 可能这也是这个三兵的一个特点 这个炮二平一呢 可以定义为布局一行 就说肯定是带有隐性弱点 是不是吴大师特意走出了这么一个布局变化 他可能对这个旗的理解呢 还有问题 就是说 呃 第一个 对阵专业棋手的时候呢 是 他感觉呢 要走这些流行的布局容易吃亏 对 他老想避开 对 第二个呢 他可能觉得这个旗呢 吃点亏也问题不大 但实际上呢 这个旗呢 残局还是很痛苦 对 比较难下 就是红方采用了直接拼包对局 他就是可以取得这个 把局对了 一定的优势 对 刚才你说有炮一进四 这个旗到底好像有人吓过 来 炮一进四 这时候就炮一进四打边兵 红方等 等后就炮一退二 就是下部准备 足迹行对兵 对 好像还有先铸二进六的 对 你铸二进六的话 我也就强行对兵嘛 也算是一种认亏的走法 对兵 那把你压住呢 那你这个旗不吃 不是很麻烦吗 是 压住你 然后我拱了你 你打我马三进四 这个旗黑方有点痛苦 对 他看 这个旗我记得还有一个泡花瓶酒 他吃了以后 再送旗兵 准备什么马七进九 对 这个旗也是红方采用 所以这个走法呢 黑方就有点勉强 可能就这个旗路线被压制住 还是有点问题 就这个布局的结构来看 红方没有明显的毛病 黑方呢 左右两个马都受压 这个旗区发火力 打边兵可能太慢 对 那除了打边兵以外 这个旗要是浸泡风居呢 风居好像这个三路马也没有 那就是早一点 那就早一点这个 相机进五都不走 直接 对 浸泡方 到时候可以 是 那么这个旗就是说的 还是容易吃亏 那么黑方实际呢 他选择泡花瓶酒 希望练这个残局 对 红方接受这个对局 其实这个残局啊 也确实呢 红方呢 不能太着急 对 前两天呢 我们碰到一个朋友 也是在这个交流的时候 他也说 他说这个相机 这个残局挺难下 对 他说没有局了 然后这个子 这个子怎么掌握这个点 对 可能不知道这个方向感 对 实际上呢 这个相机的残局呢 确实是比较难下 那么其中呢 就是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物质力量的争夺 对 兵足啊 这个动作慢了 需要计划长远 另外呢 还有一个 这个子力的 站的位置 以及你这种活力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有点难下 最主要呢 这个子力呢 受压 对 并且呢 不容易舒转 实际当中呢 黑方这个时候 是走了一个 他走了一个炮衣退衣 嗯 他想要炮衣兵器 调过来 嗯 那洪方呢 金木大师也很老练 他先补一招 边向 嗯 他不着急马三进四 因为你要直接马三进四呢 你这样来这个边兵呢 会漏掉 对 所以这个马呢 不着急出 而是先飞边向 保证这个三兵呢 先有根 对 你像炮衣兵器的话 就马三进四跳上来 对 你也炮七进四 打不了兵 对 嗯 然后呢 黑方走马 他就是马八进六 跳上来 八进六 嗯 这个时候 红方呢 暂时呢 不好动 是 红方呢 就是很有耐心 他走一个向 七进九 来这个 准备用这个 边向呢 来对这个七兵 可能全盘红方 就是一个七路马的弱点 对 解决掉 就非常满意 嗯 就说这个棋呢 尽管动作不快 但是黑方呢 比较 吃苦啊 对 这个时候 其实黑方还不如就赶快马六进八呢 往上跳吧 直接跳马 对呀 跳马的话 我就要足球进一嘛 如果你炮七平三打兵呢 嗯 我起码三路马走火了 对 我还可以走炮一平三 把你这个七路线控制一下 嗯 将来有机会马八进九 或者是直接马八进九 马九进八 跳到这个好位置来 对 那现在马三进四的话 那我就足迹一呗 足迹一对兵 你马四进六的话 我走炮一平三 强行炮一平三 对 我就弃一个象 那 灯火我就 我就打掉你 也行 飞了你 可以 我就飞掉你 再把这个弓过来 这个骑黑方应该抓紧呢 来这个活动大子 对 而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走得一段慢 对 他就狮子紧补了一手 对 那让红方从容的把这个兵 弓掉 对 那黑方这个捕事 没用 他这时候再跳 是不是就慢了一些 对呀 慢了一拍 你看 让红方这个马呀 有跟了 他这时候跳马 他对兵 他进马道 你看你再走炮一平三的时候 红方有马进八了 对 你打掉这个 他蹬掉 然后你这个马 再往回走 这个马要回去 他就兵摆过去 对 你那马回去 你中兵丢 对 而且红方的位置比较好 所以说 给红方冰心衣的机会 黑方这个知识呢 效率 等于让红方现在扩先了 对 红方的 那实战走到这儿 黑方也没办法 他就马三圈 对 这儿呢 红方你看啊 这个子力舒展 而且有一个物质的中兵 对 这个气 黑方呢 就比较难下 对 那实战当中呢 也是黑方的 他也索性就把物质力量 找回来 他一找 人家也把你吃了 然后他再打冰冰 嗯 然后红方 走出一个向其退伍 嗯 红方呢 这个位置呢 比较好 嗯 黑方主要两个马 这个跳不上来 对 两个马位置都差 他索性足以性一 嗯 然后他马七性六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是采用了一个立体的攻势 对 主要是控制了黑方这个子力 然后他马二进一 其实跳马也暂时跳不上来 嗯 还是位置差一些 嗯 这个地方呢 红方就是抓紧去进攻的速度了 嗯 他这个步骑走得很好 马六斤四 一跳 来捉马 那只能马八退骑回来 对 这样防守 红方下一个底炮 他他他他先僵一僵 其实直接下底炮也可以 对 下底炮下部骑就登中式 对 天地炮这个中式丢了 下底炮黑方也没得动 下部可以登式了 对 这个骑红方的优势已经很大 是 先较僵也没有问题 因为也是有绝对的优势 他较僵然后平炮 嗯 然后他平炮一打 因为这个骑 他有一炮一去一的这个杀招嘛 嗯 所以黑方要 他也是落向 对 然后像 飞向再打马 因为他要把这个马赶走 对 就过头马位置太好 红方马三推四 嗯 黑方 等于说全盘黑方 这个残局被控制住了 这个骑黑方呢 也有点痛苦 如果走马七进六的话 嗯 红方呢 底线还有僵 对 红方也可以先跑路推移 就是黑方这个老将也不知道是在里边好 还是在外边好 对 总之呢 都是有一点难受 就是这个残局就是按您之前说的 就是子力的位置出现了问题 冰种一样 冰力一样 但是黑方的位置很差 位置差 对 他最后走的是进降 对 他一进降 红方下一底炮 然后红方下一个底炮 嗯 黑方这时候也是时间紧张啊 就这也是超时 嗯 最后是超时 因为这个 对 现在的这种公开赛啊 节奏都非常快 对 20加5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专业棋手来讲呢 他可能比较娴熟 而我们的 呃 一些业余好手呢 可能下这种实现呢 跟专业的下呢 还是有一些吃力 对 关键各个大子也 因为这个棋 确实黑方也不好下 不像他炮了屏股 双马的位置都特别差 对 还是这个丢势 嗯 然后看着红方将来呢 把事项补好了 这个中兵也可以长去日路 对 最终呢 在这个 九中会的 这个杯的比赛当中呢 金波大师是获得了个人第五名 对 他预赛打的是不错的 打得第二个 是 但是这个后来这个 单淘态的这个决赛呢 接连呢 犯了一些错误 有发挥一些失误 那最终这个 九中会杯呢 是赵金城呢 赵金城打师 嗯 冠军 那好 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稍后呢 还有精彩的对局 再带给您 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将欣赏到的是在 天津伟节杯 这个象棋公开赛的 这么一个 比赛的 精彩对局 对阵的双方呢 是 本次比赛的这个冠军呢 赵金城 对阵 聂铁文 这两位呢 也都是 行走在江湖上的这个名手 也都是联赛的主力队员 两个人在公开赛 这个遭遇呢 也是上演了一个内攻战 对 尾结杯呢 也是在这个天津的北城区呢 进行了这么一个公开赛 也是由这个当地企业家 这个联合这个赞助 还有这个天津这个北城 这个体育局呢 共同呢 来打到的这么一个赛事 也是吸引了 有将近两百来人的这个选手呢 这个参与 对 也是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好手 乃至全国的这个 业余好手和这个部分的专业大师呢 有这么一个交流的难得的机会 在这个岁末的时候 红方接下来走当头望 黑方选择飞三项 飞三项呢 这个棋呢 也是非常经典的啊 对 应该说是以这个阵型协调 灵活多变 有这么一个特点 然后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出三进一 红方 居一平二 出居 他是先飞的 像七进九 对 这个赵金城呢 是来自这个 大连的这个选手 对 他在南开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是逐步呢 这个进入了这个职业的生涯 今年他代表这个杭州队 参加这个象甲联赛 对 赵金城呢 和这个王天一呢 注册在同一个地方 都是杭州象棋队 对 在杭州棋院 应该说呢 这个这两年的赵金城呢 应该说 总体的表现呢 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 接连九重会杯和这个伟杰杯 两个公开赛呢 他都是夺得了冠军 看来他比较适应这个快棋的这种赛制 对 他的快棋应该在专业棋手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快棋水平 你是说什么样的时间呢 时间我感觉是越快的 对于他 可能说 数一数二倒不敢说吧 就说也是不错的 对 因为毕竟高手太多了 王天一 赵欣欣 蒋川 可能我们对他更了解一点 因为他的快棋下的更多一些 数一数二的 可能 现在可能很多人不太服气 对于这个论断 是吧 是 总之呢 赵金城的快棋还是很快的 对 这一点呢 是可以肯定的 接下来呢 飞向他也是拱掉了 对 往往把他飞掉 向人齐飞掉 这个赵金城啊 这个最近呢 这个体重又在攀伤 个子又很高 是 所以这个形象看起来比较威武 网友就送给他一个功夫熊猫的外号 功夫熊猫大家知道 这个是拍的一个大片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外号起的还是挺形象的 还是我们的网友还是很有水平的 对 黑方走区 九进一 七九进一 嗯 红方炮金刺 红方 对 七二 然后十四戒五 之事 红方在区一平二 这个起啊 就是说红方呢 强行呢 得掉了黑方一个中卒 对 但是这个位置呢 就是速度慢了 位置呢 倒是还算协调 但是给了黑方呢 这个从容这个 出子的这个机会 黑方就先马二进四 对 这个炮就只能向回退了啊 因为平了炮就太虚 也没有用 对 黑方 居一平二 居一平二 红方 红方 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 嗯 黑方又居九平六 黑方等于说少一个中兵 但是双居出子速度都很快 对 嗯 这个棋呢 以往呢 都有选手下过啊 嗯 呃 大家呢 应该说都比较熟悉 聂铁文呢 是来自黑龙江的选手啊 他本身个人是湖南人啊 现在是北京的女婿啊 因为这个在北京这个成家啊 落户呃 人呢 是在黑龙江队 那么这次精英的比赛呢 他也是饶有兴趣的啊 参加了这个两战的比赛 但是战绩不是很理想啊 是 这番棋呢 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比赛啊 所以说有的棋手说啊 这个象棋的艺术啊 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是的 对 呃 凡是分胜负的呢 总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总会是分胜负吗 就是有错误 对 但是呢 大家呢 这个以棋会友啊 也是热在其中吧 对 因为这个种比赛呢 大家没有什么包袱 是 不像专业比赛啊 这个又有团体赛啊 又有个人赛 走得比较谨慎啊 对 这个呢 就是大家有这么一个碎末啊 有一个切磋的这么一个机会 来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啊 以赛带逊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 黑方军路进五 这个走得都是不错的 虎方也是要兵三进一 对 这个时候啊 黑方走了一个啊 非常出人意料的这个招法 对 应该说是 聂铁文呢 对这个布局的理解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 黑方突然走了一个送骑族 就是说 红方既能用兵吃 又能使狙杀 对 黑方就应送这个骑族 这个送兵这个构思很精妙 这张旗呢 如果要是不仔细分析的话 以为黑方喝醉了呢 对啊 这是最权呢 怎么 这个兵就送了 实际上呢 它是有道理的 是 如果你用兵吃 它将来居六平七 一压 你就只好回向 或者飞向 对 那么黑方就马四进五 将来马五进六呢 有连续的先手 对 这个骑红方呢 很难掌控 这等于说送了个兵 反而是 对 让黑方有一系列的先手 对 所以红方呢 考虑再三 对 就是走 G二平三尺 这儿呢 黑方的这个码头就活了 对 另外呢 他的一个好处就是呢 这个 跳出正马来呢 这个巴鲁炮摆脱了 红这个G二加的这个前置 对 这儿双马呢 就来盘旋出了 所以说这个骑呢 黑方呢 还是形势不错的 好 那接下来红方走G 红方这个也得 G三平六 G三平六 先躲开 马四进五 对 这个骑呢 就是说双方呢 是一个较量 唐代这个骑要是给你选的话 你愿意选择哪方 这个挺纠结的呀 这关键是红方现在多两个兵 就是如果是简化局面的话 红方这个 获胜的机会很大呀 但是 但是黑方的子力又特别活跃 对 关键是红方这个 就是张老师 我不知道这个拐脚马该怎么去运用 有时候下棋的时候 总是 就是担心拐脚马会出现问题 或者说是我这个高相啊 什么 还有这九路居的问题 嗯 其实这个棋啊 确实呢 一时呢 难以判断 有力 我们都要去呢 拿这些战术呢 来验证我们对起的这种认识 是 就是有 要有具体的招法 对 但是从这个 双方的前景上来看呢 嗯 确实黑方呢 也是比较满意 黑方 因为毕竟呢 黑方这个子力啊 非常的活跃 给红方呢 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看这个棋 红方 像不像居六平西 什么马五平六啊 啊 这些 公招让红方也是挺紧张的 对 就是关键不太清楚 这个红方 这个阵型该怎么调整 红方可能 嗯 目前来看 脚越符合逻辑的 应该先 出局吧 先出局 那他可能会不还按实战 俱乐推啊 这样 那也没办法 那对了局 我再 再泡花瓶酒 你可以 再对一个 再对一个 嗯 但是对完了 你有泡花瓶七 可以反打 对 等于说 是不是黑方子力 可能还是更 还是非常活跃的 就是这个棋呢 嗯 如果 红方这个多兵 能够 很平稳的过渡到 多兵残局 那么这个棋 可以说黑方就不成立 对 这种走法 就要再改进了 是 所以按您刚才说的 这个黑方 这个足迹进行送兵啊 他这构思真是非常巧妙 对 就是送完兵以后 反而使自己的两个马 够活了 但是比赛呢 就是这样 总是充满悬念 它是快棋 对 它容不得双方呢 去细想 所以说这个到了中后 这个双方的这种反应 还有这种竞技的状态 对这个棋局的发展呢 也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 赵金城就 推冲向 看你来攻吧 嗯 好 那 聂铁文呢 还是选择 鞠六腿二 来这个对局 对局呢 还是有好棋 通过这个对局呢 把红方这个主力呢 来给他对掉 因为红方这个局 没有好位置 你掌一步 他终于打你 你就向回走 你走太深了 将来黑帮炮的名寺 也是一个先手 所以红方呢 这个棋不好躲 他只好接手对掉 黑帮在马金六 红方呢 觉得这个向回了以后 这个局就平棋亮出来了 能够加强一些反击 这个地方啊 就是到了这个中局啊 比较细的地方 对 他 这个到底怎么走 啊 黑帮是可以考虑 先走个局二进四 嗯 局二进四 下部有马五进三 如果你进军吃的话 我再走马六进四 我都是一系列先手 哈